大家好 我是卡爾 來介紹少女迴戰的持舊銀星這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這次還算不錯啦 那個雲韻它有給比較多的可以讓你更換啦 然後這次裡面禮包裡面都會有這個破血龍牙 都會讓你換東西啦 那之前有一段時間都沒有 這段最近又開始恢復可以有這個禮包 有這個東西可以讓你兌換的東西啦 還不錯啦 那這次你在那個120格會有這個命輪加10的這個 新年快樂2023的幸運啊 那在這個50的時候會有0到7的還不錯啊 這個還蠻佛心的 那基本上這次要兌換的東西啊 我是先兌換這個專武的那個券啦 那5克玩家的話一定要兌換這個龍騰士海碎片 這個是自動戰鬥經驗收益加20% 那要把全部換出來要換10個 那10個要30X10 差不多300個就可以兌換把這個兌換出來 這一定要換啦 不換的話你的那個自動戰鬥經驗就會輸人家很多啊 那這個基本上這換完之後 5克換完就差不多了啦 如果 那如果你要兌換這個 Ur加5 武將追憶寶箱也是可以啊 因為有這個 關羽曹操啊 還有衛炎 還有玉藻錢跟 時空之主啊 那如果你想要解雞棒的話 就可以把它兌換出來 也要400個就可以換出來啦 那今天的那個兌換啊 有50個箱子 這個4999就可以兌換這個 箱子 建議大家是換出來啊 因為 這個 基本上你 50個抽上去 已經快 拿到快250吧 那250可以抽5次 那5次的話 基本上有一些元寶還可以 拿回來啊 所以 這個應該只花 等於是只花一點點的元寶就可以 購買了 這個 然後又可以提升了 累積的那個 香樹啊 那那個 有課玩家的話 那就是 可以一直兌換上去啊 那上面還有 例如 邀約券啊 那缺這個 零緩的也可以兌換啦 那 限單還蠻重要的 不過放的那麼上面 很少人可以把它換到 那個要有 花一點錢的人才可以 換得上去啊 那這次的大獎的話就是 公孫戰 UR加 那這個 這次的 UR加 並不推薦 去兌換出來啊 嗯 因為這個 現在要縮寫的 角色比較多 比較重要 這次不會縮寫 那 這個就 只能單攻擊的 那 比較不建議 換出來 如果是課長 想要換解羈絆的話 那是可以換啦 那 剩下上面的話都是 有課玩家 才有辦法拿到的 一些家具啊 跟一些 這個 武器碎片 啊 我 一般 武科玩家 或是小課的 應該是沒有辦法拿到 那麼上面啊 嗯 OK啦 好啦 就這樣子啦 那喜歡的話 按讚訂閱分享 感謝大家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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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